這是莊世光老師為librivox.org所提供的錄音 唐詩三百首卷二 第六十二首詩 記憲建議 杜甫 記憲建議 杜甫議 杜甫 記憲建議 杜甫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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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六十句作詞 杜甫議 杜甫議 小秀 日式提花 王ば孫 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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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стро 該嗎 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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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下可 作詞 歌 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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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entru 取恨 剩下許 寫 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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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王 www. Marcus 王 王 王 生计严无落, 因当多云要消散。 生将一关, 主位欠借, 依然虚小不在盘。 主门作者, 却上主, 却是汉代汉兼年。 湿水流湿天天安, 为阿弥戒, 去生参山。 佛家先拜五旗干, 生南生湖湖唱红线。 湿南流地高山山, 南枝的楼莺莺莺少穹。 你莺莺莺莺秋水, 人别提起光欲动。 完!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